在加萨战争爆发一周年的前夕 以色列南部城镇贝尔谢巴 昨天惊传被枪手恐怖攻击 那么已知至少两人死亡 十人受伤 那么这一期恐攻就发生在 贝尔谢巴的中央巴士站 枪手先是持刀攻击一名 以色列的女兵 接着再夺枪对人群扫射 导致多位民众中弹 初步调查 凶贤是一名被读音阿拉伯男子 从附近的部落前来犯案 最后被击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